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了12号那一期的日更 那么但是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 你14号等我一觉醒来呢应该没什么事情 这几天忙完了我还是争取啊 就是醒过来再跟一期其他的内容 因为这个抖音这个专题呢在今天就结束了 然后的话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言归正传直接开题好了 在前三期对吧我们回顾一下 就我说了一下就是特朗普政府 他是怎么整治TikTok对吧 要么换成美国人掌控对吧 要么就彻底封禁把它ban掉 那么我也讨论过就是TikTok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把柄在美国政府手上呢 那肯定完全不可能啊 我也说过原因了而且呢他切割了一干二件之后呢 他目前在美国还招了大量的美国人进行运营 我记得CEO好像还是迪士尼的前哪个什么运营之类的高管吧 那么我们再说了什么呢就特朗普的目的是什么对吧 他第一呢是为了他自己11月3号的连任 第二呢就是为了重塑他心中的伟大美利坚啊 这里我也解释了这个Great America是排外的 是刨去那些有色族裔和移民的 是以白人亲教徒为核心主导的美利坚 我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点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两个目的 尤其是后面这个目的并不是我说的他所谓的高瞻远瞩 为国为民啊 就是所谓的跳出了现有的美国视角来看美国对吧 从而让美国再次伟大 而是说他不仅没有把视角放在美国这个全国的角度来说 而是不更是不停的收缩缩到什么缩到美国的白人群体之中了 所以有人会说他什么会说他自私会说他傲慢会说他贪婪 没有错因为你不是他面向的不是他他所要服务的那个群体 这样一说大家都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了吧 那么从客观角度来说呢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说的挺明白了 无论是他的出发点还是他的目的 我之前说了为了连任有三个目的对吧 那么为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也有三个目的 无论怎么看啊 就是说TikTok在目前的状态来说 我可以说就是除非他张一鸣他改变策略 然后呢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 不过估计很难 因为他切割的很干净啊 那怎么说呢 在劫难逃吧 或者有一些其他国家势力的介入对吧 比如说欧洲的之类的 不好说 那么通常而言呢 我们一直以为的中国海外公司的所谓在界难逃 应该是类似于华为对吧 类似于奥尔斯通或者说是中兴 那也就是说 先找到你一个管理层或者一个高管 然后先把你通过某些行政手段控制住 然后营造舆论 然后打压和拖延这个审理的时间 然后极大的影响你原本公司正常的商业运作 以及平板五五的增加了你大量个人的和公司的开支 最终达到一个让你疲于奔命 不得不被吞并或者出售你核心业务的目的 那么相对来说 我们看一下以前的一些情况 即使是不争气的中心啊 他也有一个抗争的过程对吧 那当然了最后还是除了华为以外 都采取了一个类似于投降的方式进行妥协 而大部分人为什么对于张一鸣也好 对于字节跳动也好 在这件事情上十分的反感 甚至说对于他个人品德进行了一个质疑 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说了 这个TikTok的抵抗 从特朗普的这个言论发出之后 就过了五个小时啊 那也就是说投降的太快了 也有人说所谓在上延伤啊 收购啊 出售啊 都是商业行为 我们吃瓜群众无权参与 对吧 那我后面会说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言论有问题 然后呢 说特朗普用行政命令打压TikTok 但是中国政府呢 没有保护好他 那你切割的一干二净呢 怎么保护 对不对 你自己先 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就已经跳出去了 又或者说呢 早在一年之前啊 这个TikTok就遭到了相关的调查 相关的打压 然后呢 他苦撑到现在 对吧 他没有办法 基本上后面两点 就一个中国政府无法保护论 还有个呢 苦撑论 这两个我留意了一下 基本上那些所谓的媒体人 或者所谓的大V呢 都是有今日头条背景的 那大家都懂了啊 所以说不同观点的人都有他所在的立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很愤怒 有些人无所谓 而有些人会替TikTok或者替张一鸣叫区 那么今天呢 其实是有关TikTok的最后一期啊 如果再有其他相关的节目的话呢 应该就说这个事情整个的性质啊 发生了一个转变 或者说是有某些变数 又或者说已经尘埃落定了 我们已经可以盖观定论 再聊一下后续的那些产生的影响和余波 那么今天我主要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啊 谈一下就是TikTok出售海外业务 我对他的这样一个看法 首先一点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 我和大部分的网友是一样的 认为他不应该卖 但是就像我之前聊公知啊 聊那些人的时候呢 我认为我应该先从客观角度上来说 对吧 再从比如说是国家的角度 或者民族的情感上来说 为什么不应该卖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说到TikTok的时候 第一期就谈到了什么 关于用户隐私的这个问题 对吧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指控的是 抖音有可能将美国的这用户数据 提交给中国政府审核 然后指责他侵犯用户隐私 然后呢 当天我也举了一个CIA的这个报告 说是没有对吧 没有证据没有实锤 然后呢 从张一鸣他自己给员工的 内部信来说呢 他认为是这个CFI US 我也提到了 就是对于他们在一七年年底收购的 这个叫 Municode.ly的项目的一个调查 认为呢 他们收购之后呢 也是这样子就是泄露了 这些美国用户的数据 我之前提过就是抖音也好 TikTok也好呢 我也说过他们的算法十分智能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事情根本上 从客观角度来说 上面的我们都说指控不正不正确 但是的确跟用户隐私有关 哪一部分有关就是他的算法 呃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再反复重申一下李彦宏之前说的那句话 就是中国的消费者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 很多时候是愿意 呃 一定的个人数据授权使用了 去换取更加便捷的服务 嗯 这也就是说 目前TikTok的算法本质是基于一个收集 呃 中国用户行为偏好等大数据啊 作为一个训练集 训练出来的一个自家的AI算法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理解吧 对吧 那么 这种大数据呢 大家都知道 有个段子说这个 这一类的大数据马农或者AI算法的马农 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呢 就一杯茶一支烟对吧 一个参数调一天 那么这个参数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想过没有 又或者说他以什么依据进行调教的 那还不是依照了无数网民的这些习惯 对吧 和某些可能的隐私数据 换个角度来说 呃 TikTok也好 或者说他脱胎出来的这个抖音也好啊 他这样子一个算法 他体现的其实就是中国网民的一个使用习惯和兴趣爱好的一个大的趋势和特征特点 当然了我也不否认随着TikTok的壮大和扩张 他有可能也也参考了很多国际上的一些其他国家的网民的一些用户行为习惯 但是我说过的那个用户体量对吧 用户体量差太多了 基本上除了印度你是很难在全世界找到另外一个文化爱好都比较统一的大规模的用户让你进行这样一个调教的 那么而且呢就是说一个是平地建楼啊 从屋到有 还有一个呢是高屋建领 对吧 那这两个技术难度啊 他不可同日而语 我站在我的角度来说 国内互联网巨头科技公司啊 这类崛起背后除了勤勤恳恳的马农 对吧 还有那些算法的大牛 还有呢就是市场眼光独到的经理人创始人 还有下沉到市场的无数的渠道商和专员之外 还有两个原因 两个客观原因 一个呢就是什么 中国的墙 防止了中国的网络市场的用户 对吧 被很多境外的软件巨头分割蚕食 或者培养不同的行为习惯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中国政府对于用户隐私的管理反馈 它是不健全的 导致了有大量的灰色地带 从而促成了国内这些软件巨头 擅长以用户隐私换取便利的借口 来收集大量的数据 换而言之啊 TikTok虽然在国际上 把自己和国内的抖音品一干二净 对吧 割得很干净 但是 同时你要求企业的员工具备所谓的这个叫火星视角 虽然你在第二份公开信中反复提起什么 提起中国国内的是说 中国同事和中国部门和中国公司 对吧 一而再再而三的从言语上把自己与中国这个国家做割裂 但是他的起家他的发展以及他之后的壮大都是和中国市场和中国的无数用户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所以说你出售的话 是否能够证明一下就是你目前TikTok的算法逻辑 他的他的养成 他的调教和中国国内的用户数据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无法证明的话 虽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制约你 而且你也可以符合相关的国际上的一些规则或者法律进行交易 但是从客观上来说 你这个行为侵害了中国国内用户的利益 也就是利用了目前中国国内用户隐私 他的价值无法衡量 无法计算的空子 把他们转化为了TikTok目前的市场 并且把他进行了一个套现 那么虽然中国国内这些互联网公司 收集这些隐私的手法 很有可能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对吧 同时呢在管理上有泄露 有是主动泄露的 也有是被脱库的 但是说到底 一个是没有出国门 对吧 并且没有和特朗普之类的美国政府 国外政府 产生任何的政治上的交集 所以说这就是我认为 他不应该卖的这个叫客观事实 之后呢在加过情怀上说 那其实和大部分的用户一样 都认为不应该卖 对吧 因为你破坏了以华为为代表的 中国海外企业爱国和强硬的形象之后呢 那些企业之后的路 在面临审核 在面临高压政策的时候 他们就很难走了 可以说 他这种秒贵和妥协的行为 实质上就是造成了一个 目前的破窗效应啊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 动物世界或者政大综艺之类的栏目 就说什么呢 非洲大草原有一对很有趣的组合 对吧 一个呢是草原之王的狮子 还有个呢是 草原上的青道夫班猎狗 对吧 那为什么说他们有趣呢 因为年幼的狮子 还有虚弱的 就受伤或者衰老的狮子 都是班猎狗袭击的目标 但是同时呢 成年的壮年的狮子 也会将班猎狗作为他的猎物 进行捕食 所以说他们是互相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特朗普之前对于中兴 对于大疆 对于华为 还有海康之类的出手 都可以理解为 以他为代表的美国政府 对吧 他化身为了班猎狗 是中国目前这些 茁壮发展的企业 在海外运营的企业 为年幼的狮子 因为还没长成进行捕食 对吧 一个一方面填饱自己 一方面遏制他们的成长 而华为之后 接近这近两年的抵抗 和中国一些官方的 和民间的渠道的声援 使他们产生了忌惮 他们有可能会反思 就是说 这个狮子 他有可能已经长大了 他有可能已经成年了 他有可能已经变强壮了 甚至具备力量来反杀我们了 但是如今的TikTok 这个行为 把一切都打回了原形 让他们觉得 看上去强壮了 看上去成熟了 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 我们还可以试一试吧 对吧 说不定这些狮子当中 人就有虚弱的 人就有年幼的猎物 可以进行一个捕食啊 那么接下来赵道理 大家都说 我应该从民族情感的角度上来说 哎呀 这个不应该卖 对吧 但是我认为这里面 不适用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 张一鸣已经自称火星视角了 说白了 他对于自己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产生了剥离 产生了割裂 而且是主动的 同时呢 我之前说过字节跳动 他本身就不是注册在中国的公司 他在成长融资期间收到过无数次的大的投资 都是一些国外的机构 国外的公司 所以从民族情感上来说 他个人也好 公司也好 都跟我们不是一个体系的 我怎么能站在民族的角度上议论他呢 对吧 那么最后呢 其实我是要从个人的角度上来建议张一鸣 就是说不应该卖 为什么 首先一点大家都知道 最近呢 他12年11年很多的言论被翻了出来 发现他是一个恨国党 是一个公知 对吧 同时呢 我们从他行为上可以看出 他一直认为啊 就是政治和商业呢 不应该掺和在一起 所以在港区国安法出台之后 成为了第一个退出香港市场的科技巨头 当然了他之后承诺 大陆版的抖音呢 会填补这个空白 但是他的态度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规避 不停的规避 所以我认为他其实这个人有一些幼稚 幼稚的认为只要自己摘得够干净 就不会被卷入这汹涌的政治漩涡当中 那政治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到底就是当他没有影响你的时候 他就像空气当中的痒 维持着你的生活 但是你不会留意的 但是结合到某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在外部某些条件的影响作用下呢 他有可能会和其他东西结合成为什么二氧化碳 甚至于一氧化碳 那我也看到很多人拿苏询的六国论来讨论这件事情 对吧 但是我认为里面那句 以地事情由暴心救火 心不尽火不灭呢 来形容张一鸣做完之后 中国海外企业和美国政府之后的对垒呢 其实对于张一鸣个人而言 我认为他不会有太多触动的 因为他已经割干净了 对吧 所以我认为真的要以六国论来形容的话 我建议是让他看前面一点点的那一句话 那一句话呢 思觉先祖父步双鹿斩荆棘 已有尺寸之地 子孙是之不慎兮 与人如其草芥 为什么 因为张一鸣他歌得很赶紧 在他眼里啊 与其说中国是他的国家 他热爱深爱的国家 不如说字节跳动才是他的国家 所以不如让他想想自己当初创业是多么的辛苦 对吧 抱双鹿斩荆棘啊 才已有此寸子弟 但是呢 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除了担任之前提到的先祖父这样的角色 同样也无形中担任了子孙的角色 而不自知 今天割了TikTok 明天他很有可能会被字节跳动扫地出门 当然了 他可以选择再度的创业再度的从头再来 但是他这个人背上背的这个软柿子的标签 可就是在国际上再也撕不掉了 好了 今天的茫茫论道呢 结束了 我说过回来要日更对吧 之后呢 我不清楚十几号会不会出去 所以说 今天十四号 那我在明天醒来之后 我再跟一期对吧 这几天抓紧多跟两期 然后再做点备稿争取出差之后呢 还有两日一跟的情况给到大家 好了 今天的茫茫论道呢 正式结束了 我们等我醒来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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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